閃電颱風直撲南臺灣 高雄市也在警戒區內 為了避免農民經濟損失 農業局就提醒農友們 要提早做好田間的排水工作 那我們農業局這邊呼籲我們的農民朋友 要對於農業設施的一些防台措施要做好 那田間的排水也要注意 在豪大雨後 對於田間那個作物的一些病害的防治 也要提醒農友提前注意 目前高雄正值紅豆 洋蔥木瓜等作物的收成季節 在颱風來襲前 應保持排水通暢以及設施的固定 並注意田間水分管理 降低作物水上或是受損的狀況發生 有如果造成一些作物上的損害 那請農民朋友在第一時間 可以就近告訴公所有災情的產生 那讓公所可以提早第一時間去查報 農業局呼籲 風雨過後如果遇到災情 必須盡快向區公所通報 除了可以避免並從害快速蔓延 也可以降低損失 記者張世民潘映新高雄報導 出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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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發